在漫威宇宙里 你知道唯一拥有五级战斗力的变种人是谁吗 一个意念就可以让所有人类灰飞烟灭 灭霸来了恐怕都要跪地求人 他就是满级变种人黑凤黄琴 在上一集故事中 琴为了帮助X战警逃出水吧 至此被洪水淹没 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雷射眼每天更是一泪洗面 可直到这天 雷射眼的脑海中突然闪烁着琴的呼叫声 他坚信琴一定还活着 于是奋不顾身的就来到了琴死亡的地方 这里也已经变成了一片湖泊 这时他脑海中再次传出琴的剧烈呼叫声 刺激着他发射出巨大的激光 击中了整个异 紧接着湖泊中心突然卷起巨大的漩涡 产生的冲击波更是将他震倒在地 等他站起来以后 却发现琴真的活了过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但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 琴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琴身上所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也扩散到了来的学院 这时教授意识到情况不妙 连忙让狼叔和暴风女前往湖边查看情况 可等他们赶来时 两人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更为诡异的是 地上的石头神奇地漂浮在空中 并在不远处发现了雷射眼的眼睛 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 这时他们在另一边发现了陷入昏迷的琴 随后他们便将琴带回到了学院 教授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番催眠治疗 并告诉狼叔 琴从小就有一股强大的凤凰之力 其能量达到了五级变种 没有人能抵抗得住这种营量 足以摧毁地球上所有的一切 但我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就帮他构建了一个保护屏障 将其封印了起来 而这也导致其产生了两种人格 一种是我们熟悉的琴 一种是充斥着愤怒的黑凤凰人格 如今也只能将其意识封印住 才能控制住他体内的黑凤凰 但等教授离开后没多久 琴就突然苏醒了过来 但此时的他情绪极为不稳定 狼叔拿着雷射眼的眼睛 问他雷射眼去哪了 却不料刺激到了 情体内的两种人格相互冲击 体内的黑凤凰再次占据了身体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狼叔本想上去安慰 也直接被打晕了过去 黑凤凰也就此诞生 与此同时 美国研发出了一种 可以让变种人 变回普通人的抑制药剂 这在变种人世界里 瞬间炸开了火 有的变种人选择排队 自愿接受治疗 其中就包括小淘气 但更多的变种人 聚集在一起表示抗议 对人类将变种人 当作疾病的行为感到愤怒 老万更是出来表示 只有变种人站在一起 才能避免变种人的灭绝 我们要组建一只变种人兄弟魂 以此对抗人类的恶行 许多变种人听后 都站在了老万这一边 比如这个女人 具有瞬移和定位变种人 等级与位置 随后老万就通过 这个女人的定位 找到了魔形女的位置 原来之前老万 为了调查药剂的源头 派出魔形女潜入人类内部 这么一回 前面的车辆就被压扁甩到一边 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 后面的车辆也一同高了速 守在这么一台 直接将货车的车头给掀翻了足 将后面的货物箱停在她的面前 车里面的魔形女 也一同干掉了里面的预警 魔形女告诉老万 药剂的源头是一个变种人小孩 她可以让所有接触到 她的人超能力消失 人类就是通过她的基因 制作出来的这种药剂 如今只有杀了那个小孩 才能确保变种人的安全 她现在被军方关在恶魔岛上 那么问题来了 具有吸收对方超能力的小淘气 和这个小孩接触后会发生什么的 同时他们还在球车上 发现了另外两个变种人 一个具有强大的分身能力的分身男 另一个则是实力 可与好客相媲美的红坦克 两人也一同加入了老万的兄弟会 可就在这时 刚才倒在地上的预警突然醒了过来 拿起具有变种人 医治药剂的枪支射了过来 魔形女为了拯救老万 替他挡住了这一射击 却不料魔形女瞬间就失去了变种人的超能力 变回了普通人样子 可没想到老万看他已经失去了能力 竟然无情抛弃了他 与此同时 教授在得知秦已经失去控制后 连忙出去寻找秦 但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也被老万的部下卡丽斯托感引导 他立即告诉了老万 老万得知竟然出现了五级变种人 更是兴奋不已 也准备前往寻找 试图将他拉到自己的麾下 于是老万与教授就这样在秦的家门口相遇了 但此时的秦情绪极为不稳定 体内的黑凤凰一直把控着他的身体 教授试图强行进入秦的大脑控制住他 但都被秦体内的黑凤凰给挡住了 无论教授怎么劝说都无能为力 旁边的老万更是煽风点火 说教授只是想控制住秦 而就在教授提到镭射眼的时候 却彻底激怒了秦 爆发出巨大的能力 强大的老万都被震飞了 体内的黑凤凰彻底控制了秦 整座房子都升到了半空中 狼叔本想拯救教授 结果也被飘在墙上 而此时教授的身体正逐步被秦瓦解 就这样 四级变种人在秦的控制下灰飞烟灭 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释放完体内的怒火之后 秦也逐步稳定了下来 最后被老万带走了 狼叔看着这空荡荡的轮椅 一时无法接受教授就这样没了 跪在地上痛苦 回到学院后 众人为教授举行了葬礼 大家都为教授的离开而难过 但教授维护变种人与人类和平的意志还要传承下去 可就在这时 狼叔的大脑中突然出现了秦的声音 这让他明白 原本的秦还在他体内 一定要将秦给拯救过来 与此同时 在老万的操控下 大量变种人走上街头抗疫药剂的生产 并直视火人在街上发动了一次示威袭击 老万更是通过电视直播对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病 只要药剂还存在 他们就会继续对抗道理 得知情况后的总统更是愤怒不已 立即下达了剿灭兄弟会的命令 同时为了避免金属武器遭到老万控制的局面 他们将所有武器全部换成了塑胶材质 并在里面植入了药剂 另一边 狼叔根据秦的呼叫 找到了秦的位置 而此时的老万 他们正在发动战前动员 随后狼叔悄悄单独见到了秦 但还没开始说话 就被赶来的老万控制住了身体 对于体内都是金属的狼叔 在老万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 之前被老万抛弃的模型 为了报复老万 更是将老万的藏身之地告诉了军方 可就在部队赶到目的地将这里包围以后 却发现这里的变种人竟然快速消失不见 原来这都是分身人一个人变出来的 中了老万的吊虎离山之计 而此时的老万早已经带着大量变种人来到了恶魔岛府 看着眼前这个金门大桥 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过去 但接下来的操作更是惊呆了所有人 只见他双手轻轻一挥 大桥的桥墩瞬间被破坏 这可把周围的人都看不见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将桥头的另一端以路面断开 直接朝着恶魔岛的方向 最后随着老万的双手翻转 大桥的另一端瞬间砸向地面 这操作直接把总统看猛低了 随后在老万的指挥下 众多变种人就开始向生产药剂的基地发起进攻 而人类也丝毫不甘示弱 里面装满了变种抑制药剂 一旦被射中 就会立马丧失超能力 老万本想使出磁铁控制力 却发现根本毫无作用 眼看情况不妙 老万拍出了阵波音 局势立马得到逆转 开始向人类军队进行强势反攻 没有武器的人类军队很快处于了下风 而就在这时 随着暴风靡一阵闪电的冒出 X战警及时赶过来 他们站在人类面前组成一排 兄弟会与X战警的变种人大战随即开始 野兽般的汉客 暴风女与卡丽斯托斯打一起 还有钢铁般身躯的钢力士 具有穿透能力的幻影猫 狼叔则利用锋利的钢掌击杀对方 随后老万拍出了红坦克趁机去杀掉那个变种人小孩 只见他如同浩克般向前冲去 没有人能够抵挡 具有穿墙能力的幻影猫连忙去追 一手抓住红坦克的身体拉到地面 但这对于力量庞大的红坦克来说根本困不住 挣脱束缚后的红坦克上演了一番撞击强体的动场 幻影猫很快就找到了被困在里面的变种人小男孩 他本想利用穿透能力带男孩逃走 却发现超能力也在此刻消失 而这时红坦克已经闯进来 幻影猫灵机一动 刺激红坦克朝这边撞击 最后直接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暴风女与卡丽斯托打的热火朝天 随后一把将其甩到铁网上 再释放出强大的雷霆之力将其干掉 而老万这边为了尽快赢取战争的生活 随即将附近的汽车飘了起来 在与火人的配合下将其点燃 巨大的火焰一时间让X战警连忙躲 而就在这时 狼叔看到了地上的变种意志要紧 于是他们心生一计 冰原引开老万身边的火 暴风女在制造出大量烟雾干扰视线 接着再让刚立誓将狼叔朝着老万扔出 当然不出意外 狼叔很快就被老万控制住了 但这也只是转移老万的注意 随后野兽跳到老万的身后 朝着他注射了三针药剂 曾经不可一失的老万瞬间变回了普通人 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只见大量军队将情团团围住 朝着他射出无数药剂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情体内的黑凤凰 周围所有的一切开始飞灰烟灭 军队吓得连忙撤退 这时老万才算看清了五级变种人的威力 无论是变种人还是飞机建筑 都瞬间没了踪影 简直与灭霸达响指的威力如同一指 面对如此局面 狼叔挺身而出 毕竟两人还有着特殊情感 他相信情体内的另一个情一定还存在 只是现在被黑凤凰压制住 他凭借自己的快速修复能力一步步靠前 并扛着他的毁灭之力 最后竟真的走到了情的面前 为了拯救世界 他最后只得身出刚找解决了情 世界也得以得救 人类与变种人之间的战争也得以暂时结束 在故事的最后 失去超能力的老万每天更是靠下棋度过余生 但他的超能力真的彻底消失了吗 而X教授也通过意识转移再次复活 至于狼叔 在亲死后 难过地离开了X学院 从此隐居在了深山中 直到几十年以后 X教授与万磁王再次与狼叔相遇 因为他们即将联手迎接新的挑战 关注时说隐脉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 X教授与万磁王再次与狼叔相遇